人總是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而我覺得常常很多時候 我們會掉落在一個低谷裡面 所以這個10月份 我們的主題 全部在教導怎麼樣面對 我們心中的情緒 特別這一講我們講到走出情緒的低谷 我們要來認識 憂鬱症 投影片已經出來了嗎 還沒有 感謝主 我需要我的投影片 不然我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感謝主 我們要來面對 現在現代人 很常遇見的一個課題 就是憂鬱症 憂鬱症在現在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根據衛福部的統計 台灣民眾8.4% 是有憂鬱症的 約莫大概200萬人 這樣的人有憂鬱症 換句話說100個人有8個人 正在這樣的一個困境裡面 而其中有重度憂鬱的 有5.2% 佔125萬人 那上面那個圖表其實就是 重度跟輕度跟總和的一個數據 那這個憂鬱症的這個壓力 或者是這一種的 這種心理疾病 或者是這種障礙 已經是非常非常普遍 那這是一個我們要去面對的問題 那為什麼我們會這麼想要 來教導這件事呢 因為我覺得很多說 教會講很多的真理都很好 但是太過於這個漂浮 我覺得我們教會是一個非常 落地的教會 就是我們看到有人在這個困境裡面 我們不只為你們禱告 我們也希望有人來幫助我們 可以理解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們邀請到一位非常非常好的 一個講員 也是我們教會的姐妹 叫許浩宜 你看是不是非常的 真的是不得了 這個一出來就知道是一個專業人士了 感謝主 那其實我是 昨天在做這個PPT的時候 我才去查他的資料 在說原來我有眼不是泰山 真的是 原來這浩宜這麼這麼的厲害 我以前我們這樣瞎混了這麼久 我都以為她就是一個普通的姐妹 原來真的是 所謂的臥虎長龍在IM 她不只是一個大學的老師 她也是諮商心理學的博士 從事心理諮商呢 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她也是一個暢銷作家 不得了不得了 我認識她的時候 其實是她當時有一本書 叫空心人 那本書呢 我以為她就寫那本書 因為那本書已經夠厚了我覺得 結果我才發現 原來情緒寄生這本書 就是她自己的這個大作 這個與自我和解的三十四則情感教育 我覺得大家有機會的都可以去買 榮獲2018年 金石堂十大影響力的一本書籍 而且她也是 當時被提名年度最有影響力的作家 而且 注意了 注意了 她每一本書 她寫了十幾本書對不對 十幾本 基本上就是沒有事幹的人才在寫書 Hallelujah 到底有沒有在工作 並不是 因為她這種文采飛揚 一寫下去 嘩 真的是光陰事件 一個眨眼一本書就寫完 Hallelujah 她寫十幾本書 都是暢銷書 而且呢 她是基本上 她的這個書籍的這個販售 基本隨隨便便就是破萬了 非常非常的厲害 想想看 本人的曬魚錄 自消五年 真的是非常的羞愧 Hallelujah 感謝主 所以呢 就是今天可以請到她 我還非常的驚訝 她不只是老師 不只是心理諮商師 作家 她也是一個電影的編劇 現在正在做電影的這個事業 很奇妙的一個人 然後可以請到她來幫助我們 真正來認識 憂鬱症是什麼 所以 IM行動教員 我們一起來熱烈掌聲 我們的家人 浩宜 接棒 謝謝 我知道牧師剛剛呢 就在緩和我緊張的情緒喔 因為 我覺得 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出來 站在講台上了 在神的面前特別緊張 就是一個微弱的小孩子而已 那今天就是其實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對於憂鬱症的認識 我記得我剛入行的時候 接到所謂的重度憂鬱症的病人 那是一個自殺後的一個大學生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呢 就是 我那時候很菜 然後很菜就接到那種就是 非常嚴重的個案 那我那時候對她的印象就是 她一進來的時候 其實我也不知道她幹嘛 她就一直哭 然後什麼話都不講 那大家知道其實 諮商室的工作就是要講話嘛 那你不講話我還能工作什麼 就是錢有這麼好賺嗎 就不知道 然後所以 我那時候因為太菜了 所以對我來說 什麼都不知道做什麼 就是那什麼都不要做 所以 當她進來 然後就開始一直掉眼淚的時候 我也只能坐在那邊 看著她掉眼淚 然後 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 因為我什麼都沒有做 然後她就開始哭 然後哭的時候 因為諮商師其實有一個習慣是 像我的話 我不會拿 你哭我是不會拿面子給你的 就是你鼻涕卡死你 我會不會管你 就基本上我們就是衛生紙放在那邊 如果你想要的時候 你自己會拿 因為我認為如果遞衛生紙給她 其實好像就在告訴她說 你不要哭 然後所以放一包面子在那邊 她就自己哭一哭 然後自己抽衛生紙 然後擦一擦眼淚以後呢 她很神奇 就把那個衛生紙折成一朵玫瑰花 然後折完一朵玫瑰花以後 再拿第二張又折成紙盒 折成各種東西 所以每次50分鐘結束以後 我的桌子上 就有一大堆的白色的藝術品 然後我就覺得 哇這些人真的太有才華了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做了什麼 因為所有做的事情 都在她自己身上 可是很神奇 大概經過了兩三個月 其他她憂鬱的時光 她沒有辦法就是去 好好的讀書跟上課 那她最常做的事情就是 坐在我們諮商中心的前面 有一個階梯 她就坐在那邊 尤其是要諮商的早上 她就坐在那邊看著太陽 然後看幾個小時以後呢 然後就諮商時間到了 她再進來 結束以後她再出去 坐在階梯上 就這樣過了一整天 然後等到兩三個月之後 有一天她突然開口講話了 然後我大概知道 她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後來她就逐漸的 從憂鬱當中復原 所以我覺得憂鬱 它其實是一個 很需要我們去認識的疾病 因為除了我們自己以外 我們周圍可能也很多這樣的人 可是遇到這種時候 你可能會很想勸她說 你就不要抗壓力那麼低啊 有很多父母都會覺得 我小孩是不是抗壓力很低 或者是 她你是不是太難過了 你失戀啊 你失業 你分手 你的寵物過世 有這麼難過嗎 那就趕快站起來啊 不要停在那個時候啊 那我們對憂鬱其實有一個 很錯誤的認知是 我們以為很傷心就是憂鬱 但如果我們用這個 呃敲敲板來看的話 我們怎麼樣去認識這個疾病呢 其實非常簡單 我們的內在其實是有一個 情感的調節機制的 大家想像一下喔 就是如果你今天買了一張彩券 然後這一期的樂透呢 其實它累積了十億 然後電視開開獎了 然後前面五個號碼 你都中囉 是不是很期待最後一個號碼是多少 結果那個球滾出來以後 又跟你手上的彩券一模一樣 那種感覺是什麼 超high的嘛 所以那就是一種情緒 很極端的high的狀態 你會覺得天啊 十億我人生要做什麼 我可以蓋一個超大的IM 然後你就會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那是我們人生 呃內在的一種很高的時刻 那你可能不一定要中樂透 你可能就是喜歡上一個人 結果你第一次牽他手的時候 就是這種感覺 可是我們正常人是什麼 你很high的時候 其實我們內在會有一個機制 它會把你調回一個正常 平靜的狀態 不然你太high 你晚上會睡不著啊 你會一直想說 啊怎麼辦 這麼多錢 然後我要藏哪裡 才不會被人家偷走呢 那我的同事 他會不會知道以後 就來搶我的錢 所以我們很high的時候 他不一定對我們人來講 是一個好事 所以神送給我們一個禮物 他會讓我們調節回來 然後我們很高興 可是我們會逐漸的 我知道我可以睡覺 我還是要正常的過生活 那另外一種極端的狀態呢 是很down的狀態 大家再想像一下喔 剛剛你那張彩卷 你很高興嘛 六個號碼全中 結果一看日期 你發現是上一期的 這種感覺怎麼樣 你就從天堂一下 掉到地獄了有沒有 你就追入那種很down的時刻 所以我們另外一個情緒極端是 有的時候我們在生活當中 遇到了某一些事情 它可能會讓你覺得 遇到了一些打擊或是挫折或是難過 可是一樣 我們內在有一個情感調節的那個開關 它是會幫你從這個很沮喪的狀態 回到平靜的 但是憂鬱症是什麼 我們把它在臨床上稱為是一種情感性的疾病 簡單來說就是你的開關壞掉了 所以每個人都有壞的可能 就像那個燈泡會沒有電一樣 開關有的時候 它也沒有辦法準確的開啟那個燈光 所以有的時候 人的內在情感機制 那個開關壞掉了之後 它就會產生情感性的疾病 情感性的疾病有兩種 第一種狀態呢就是 你開關壞掉以後 你卡在其中一邊 比方說你卡在很high的那一邊 你就會覺得自己無所不能 這個就叫做造症 那如果你卡在的是很down的那一邊 你就覺得自己什麼都不能 這個就叫做憂鬱症 所以當你卡在其中一邊的時候 它就叫我們情感上 就叫做單極性的疾病 可是有一種症 是不可能它單純出現的 就是造症 大家想想看造症 就覺得自己無所不能嘛 所以我們看到所有造症發作的時候呢 他就會覺得 我很多錢啊 你要來跟我借是不是 我借你 所以一百萬兩百萬都在借 然後借完以後呢 就發現自己存折 一下就被朋友掏空了 然後掏空之後呢 你就會覺得自己 哇 很大的打擊 我怎麼錢都沒有了 然後所以你就會馬上跳到另外一個 非常沮喪的時候 所以我們在臨床上 我們是沒有看過 純造症的患者 因為純造症的患者 很快他就把自己弄死 就像泛骨 他就把自己耳朵割下來 然後所以輕微躁鬱症的人呢 他有另外一種狀況 就是他會在兩邊跳來跳去 所以如果你的情緒開關壞掉 導致你在兩邊跳來跳去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情感上的雙極症 所以呢 簡單來說 憂鬱症就是卡在一邊 沒有辦法行使你的情感功能 就是所謂的單極症就是憂鬱症 那如果你是情感開關壞掉 導致你在兩個翹翹板這樣跑來跑去呢 就是所謂情感性的雙極症 那就是所謂的躁鬱症 那這兩個區別其實很重要 因為沒搞清楚你是會吃錯藥的 因為憂鬱症 醫生給你的藥 他可能會讓你有一些的 跟躁鬱相反的副作用 所以如果你旁邊有一些人 他可能是有在服用藥物的話 我就有的時候會聽到一些朋友說 欸你那個藥沒有用 不是沒有用 是醫生還沒幫你調好 所以如果你是去看身心科 那你是必須要告訴醫生 你吃了藥以後的感覺或反應 他就會根據你的狀況去做調整 一般精神科的藥物其實大概七天 你吃了你就會覺得有很明顯的差別 那如果你覺得欸沒什麼效果的話 他可能就是那個藥 還沒有調到正確的結果 因為我們那個心理其實不像那個掃描機 FMI這樣一掃 就那種機器一掃 然後就知道你很準確得了什麼病 由於因為他很容易跟其他的一起併發 比如說強迫症啊 然後或者是恐慌症啊 然後有很多的病會合併在一起 所以他就變得很難辨別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一下說 那這個病到底是怎麼造成的 他其實跟我們周圍的環境刺激是很有關聯的 大家如果看藝術創作啊 或作品 如果去那個 比如說美術館的話 其實會有一幅畫面會特別感人 有很多的雕塑品呢 他們都喜歡用母親抱著小孩的那個異象 那母親抱著小孩的狀況是什麼 因為嬰兒通常在四個月之前 他們的視力是還沒有發展完成的 所以他們會有一種本能的反應 就是神設計人類就是 比如說你會很自然的發笑 他不是看到你發笑 你不要太自戀喔 他是因為他很自然的 需要吸引別人來照顧他 他就會對人發笑 這個時候如果媽媽 比如說媽媽抱著小孩 然後小孩就會不自覺的在笑 他其實不是因為媽媽 最早不是這樣子 媽媽不要失望喔 可是媽媽看著小孩在笑的時候 媽媽常常就會覺得好可愛喔 你就也會對著他笑 這小孩就會笑得更開心 因為他的心裡會有一種感受是 原來我是一個這麼可愛的人 所以人照的第一面鏡子是什麼呢 通常都是母親的瞳孔 那是我們照的第一面鏡子 就從那個鏡裡面 我們就反射出我們自己的樣子 所以我想給大家看一段心理學實驗喔 就是如果母親是沒有回應的 或是你周圍的環境刺激是沒有回應的 他會讓人變成什麼樣子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她會想要吃到一個小時 非常非常負擔心 到她的感受 和反映東西 和社交平台 和社交平台 他們會發生 這就是什麼 我們從小學開始 學習過 三十四十年 當人們不認為 我认为女生的孩子可以与社交交交友 在这个面子的小时机与她们在一起 她们在一起玩和她们的孩子 她们在一起玩和她们的孩子 她们在祝福她们的孩子 她们在祝福她们的孩子 她们在祝福她们的孩子开始 在不同的地方的世界 她们在祝福她们的孩子 她的心情,和她的意志, 她的想法要做在世界上 那是真的她的孩子是用到的 然後我們請她的母親 不回應她的孩子 她的孩子很快就接受到這個 然後她使用所有她的能力 嘗試回家的孩子 她笑著她的媽媽 她看著她的媽媽 因為她是用到她的媽媽看著她的眼睛 她看著她的孩子 她看著她的孩子 她說什麼在這裡? 她看著她的聲音 她看著她的聲音 在她的媽媽 她看著她的聲音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 她看著她的兩分鐘 她看著她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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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感受到她的聲音 她其實可能會失控制她的聲音 因為她的聲音 她感受到她的聲音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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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here And what are you doing? Oh yes Oh what a big girl It's a little light 好 我第一次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哭得超慘的 你們很喜歡這個實驗 就是 它其實告訴我們 為什麼現代的憂鬱變得這麼多 就是 我們看這個實驗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覺得很感慨 就是原來 你要把一個人變成瘋子 或是變成所謂的精神病患 你大概只要三分鐘就辦得到 特別是小孩 所以 每一個人 其實我們在最 剛開始出生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一個渴望 就是希望旁邊的人回應我 我自己為什麼念心理諮商 就是 我媽其實是一個 大家都說她是一個很好的媽媽 可是我一直不這麼覺得 以前啦 現在有感覺了 因為 我覺得她常常就是 就是每天告訴我說 你趕快寫功課 你要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可是 當我是小孩的時候 我回家很想跟她講話的時候 我常常遇到都是她的背影 因為她在廚房忙她的事情 然後 所以我就會常常覺得說 這世界上好像是沒有人 可以了解我的 然後到後來呢 就是我到 開始到 不管是大學 或者是 精神科工作之後 我才發現 原來對所有有憂鬱的人而言 就是被理解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 那大家都覺得說 精神病患不好相處 可是我有時候常常覺得 他們才是特別特別的單純 所以 憂鬱大家知道 其實除了剛剛牧師說的數據以外 現在 以前呢 我們在 我那個時候在 剛開始在念心理學的時候 憂鬱他其實是18歲以上的病 就通常18歲以後 你遇到一些外在刺激 比方說 失戀失業失婚 然後失去什麼 的那些失落感 它會導致你內在有一些打擊以後 你的情感開關才會壞掉 可是這幾年來 我們發現 憂鬱的年齡層開始下降 所以 在整個亞洲 大家知道嗎 青少年的死亡率 第一名是自殺了 對 已經超過了意外 也就是說 車禍過世的青少年 比自己把自己弄 沒有生命的青少年 還要少 所以它就變成 我們這年代 非常非常需要去關注的一個議題 那我剛開始唸諮商的時候 我又就覺得說 我就很 很就覺得說 我媽啊 就是你就是沒有這樣好好對待我啊 就是沒有回應我啊 你就沒有像剛剛那個 馬 那個女生這樣 那個媽媽叫什麼 我都不知道 都沒有像那樣很熱情的回應我 所以才會讓我就是好像 沒有很快樂的感覺 後來我們才發現說 其實前一代的父母 因為他們那時候沒有心理學 心理學是一個年輕才100年的學科 你自己算一下你就知道 你媽應該沒趕上那個年代 所以他們其實不知道 怎麼樣去正確的對待孩子 以至於呢 他們可能就忙工作 或者是呢 他們把孩子就是放在家裡 或者是就告訴他 就是你有生活上的 食衣住行處理好 這樣就好了 可是原來身為一個人 其實心裡面最渴望的是 你可以被人了解 被人陪伴 跟被人包容的 所以這樣子會導致什麼結果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憂鬱三角 憂鬱的症狀它會怎麼出現 我覺得這是最簡單容易理解的 憂鬱症的人通常會有三個頂點 第一個頂點就是 我對我自己的看法就會很薄弱 我就會覺得我自己 其實是一個不好的人 可是我覺得我自己不好的時候 很矛盾 我們有時候又在外在 表現出一副我很了不起的樣子 所以別人可能會覺得你很自戀 但其實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你是覺得自己不夠好的 所以對自己的看法是低落的 那第二個部分呢 是對別人的看法也是低落的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從原生家庭而來 所以我就會沒有那種 家庭的信任基礎以後 我進一步我也沒有辦法去信任 在職場上或在社會上遇到的人 所以我們對人的那種看法就會不穩定 我一下覺得 這個主管對我不錯 一下就覺得 他真的是每天都在找我麻煩 然後再來進一步就會到 你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就會是低落的 是負面的 比方說你就會覺得 這世界就是不公益 然後這世界就是沒有希望 所以當人這三個頂點都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形成一個面積 它就會把人關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叫做憂鬱三角 人在裡面呢就會產生很強烈的無助感 然後你的價值感會很低落 而且你會覺得未來是沒有希望的 然後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如果知道了這個狀況 我們就知道怎麼處理憂鬱症 所以處理憂鬱症其實就很簡單 其實它就是需要有人回應 然後就像那個鏡子一樣有人回應它 它的活力就會重新反射到它自己的身上 我有一次去一場演講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就是總經理級的人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一直大概講了就是我忘了什麼心理學的內容 然後他就跟我說他覺得他自己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他平常在台灣已經很成功了 可是呢他還是常常就是會接一些什麼國外的演講 大陸的演講 他就會飛到那邊去 所以導致他一到日 二十四小時幾乎都在工作 然後他就說 我就問他說 所以為什麼要工作得這麼開心 他說 為什麼要工作得這麼的勤奮 他說 因為他一直覺得自己是很窮的 然後沒有錢的這件事情 讓他覺得非常的低落 我說可是你很有錢啊 因為他真的很有錢 然後我就問他說 所以你這個窮的感覺是怎麼來的 因為他跟現實是不一樣的 由於三角就是關在裡面嘛 你所有東西都負面的 這不是別人跟你說 你實際的狀態是什麼 你就可以聽得下去 後來他就回我說 因為他們從小呢 他家就很窮 然後他爸媽也就很沒有錢 一天到晚都在說沒有錢 所以長大以後他就很努力賺錢 可是當他很努力賺錢之後呢 他還是希望給他爸媽很多錢 但是他給他父母以後 就發現他父母還是過得像甲級貧戶一樣 完全沒有改善他們的生活 所以他就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那個窮在他身上 好像是一輩子都洗不掉的 所以當他發現了這件事以後 很奇怪喔 他就發現他其實也不用做什麼 也不用去演講了 因為不管賺多少錢 他就是覺得自己窮嘛 所以他就接受了這點以後呢 他就把他所有過度工作的東西放掉 他人就變好了 所以換句話說呢 大家會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如果你正處於一個憂鬱的狀態 或是你周圍有這樣子的人 他其實是 我其實在這個 我們這一行其實看過無數的奇蹟喔 就是那種從非常低谷當中走出來 他們有人生各種的困難的處境 可是每個人如果願意自己深入 自己內在的那個黑洞 其實你通常會發現 你內在缺乏的東西是什麼 好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這個年代 我們過去呢 總是覺得說 好像憂鬱症 總是在女生身上發現 對 以前求助最多的 其實就是女性 那我們就發現呢 那是因為女性 從小的情感教育上面 你是被比較鼓勵 可以去表達你的情緒的 然後你想想看 如果你有一個兒子 一個女兒的話 那女兒如果哭 牧師 小洛璃哭 你會覺得怎樣 抱他對不對 太可愛了 可是如果小洛璃是男生呢 他哭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你給我站起來 不要在那邊沒有用 男生不要哭哭啼啼的 對 所以不管 不管是什麼樣的狀況很奇怪 就是我們對於男性跟女性 好像從我們被教育的 這個方法來說 我們對他們 男性跟女性就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女生因為以前比較被鼓勵 你是可以掉眼淚 不會有人罵你 所以好像在早期的時候 我們發現憂鬱症求診的 比較多是女生 可是大概在五年前吧 世界衛生組織就發現 現在有一個非常嚴重的 新的現代病 是男性的中年憂鬱症 發得很早 以前大概是說五六十歲之後 才會可以 才開始憂鬱 現在大概四十歲就開始了 那我們就發現 是因為男性從小就開始 一直被很壓抑的說 你要很認真 然後你要扛起家庭的責任 然後你要怎樣怎樣怎樣 有很多的規則 所以導致男性朋友其實是很難去跟別人說 自己內心脆弱的地方 然後就到大概四十歲左右 大概 我看大家都很年輕 大概到快到四十歲的時候 你就會有這個經驗 有一天就 在那睡覺之前 你還覺得自己超了不起 然後結果躺下去 眼睛睜開 早上起來的時候 突然就覺得 我的人生要一輩子這樣過嗎 然後你就有一種很強烈的恐慌就吸來 不知道自己從此以後的價值是什麼 然後這種感覺又很難去對別人說 特別是伴侶 你怎麼不能跟他講說 從明天開始我不想去上班 我想去打工 你太太一定說 你在想什麼呀你 所以因為有那個責任的關係 這東西就變得很難說 所以我們到現在 我們就會看到 其實有很多傑出成功的男性朋友 比如說公司的總經理 很莫名突然就在新聞上 就看到他就跳樓自殺了 然後前一天 那個公司的同事還在講說 他昨天還跟我們聚餐很開心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內在呢 尤其對男性而言 很多苦是說不出來的 所以最後想跟大家說的是 其實如果你發現自己有這樣的狀況 他其實自我覺得他很重要 然後你旁邊的人有這樣子的狀況 你帶他去求助也很重要 因為我們發現就是自殺的人 就是大概有超過六成的人 其實在他要去自殺之前是有求助的 有發出訊息的 那我最後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印象很深的一個 大學生 一個男生 然後他小時候是被家暴的小孩 就是被 大家知道打的極致就頭拿起來撞牆 就因為小孩很小就抓起來撞牆 所以他整個人生就很破碎 然後每一次諮商都在講說 我爸怎樣 我媽怎樣 很可惡啊 爸爸其實是拋下他們就跑掉 賭博就跑掉 然後可是有一天呢 我大概這樣子 大概滋上兩三個月之後 那有一天他就跟我說 我就 他就不來都不講話 不講話通常是最好的開始 一直講話的時候都進不下來 然後我就問他說你怎麼了 他就說 他這禮拜有一個經驗 他說他經過了一個地方 看到路邊有一個賣豆花的 的一個女媽媽 然後那個那個豆花灘很神奇 就路邊的豆花灘嘛 阿不是有那種很大的豆花鐵桶嘛 然後其中有一桶裝豆花 然後另外一桶裝什麼你知道嗎 裝小孩 那個媽媽就是 他就在賣豆花的時候 把他很小的小孩放在那個桶子裡面 然後他就說他經過的時候呢 他就被這一幕給吸引了 然後媽媽一邊在給客人咬豆花的時候 然後沒有客人的時候 他就說他就站在那邊看 然後他說這個媽媽沒有咬豆花的時候 他就會用那個非常慈祥的側臉去看那個桶子裡面的那個小孩 然後拍拍他幫他蓋被子 然後他說那個時候很戲劇化在他心裡面 陽光就這樣灑下來 灑在那個媽媽的手跟那小孩的身上 他說他看到那一幕的時候 他眼淚就掉下來 我就問他說你怎麼了 他說可能可能他媽媽在很小的時候 也曾經這樣對待過他 那現在我們就都懂了 就是對我來講他也是一個基督徒 他說那個時候他後來跟我分享說 他看到那個光的時候 好像就是神的所在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所有的黑暗 就是到最後挖下去你都會發現 我們其實在渴望的就是 人生其實有人是跟你一起的 那在我們的這個領域當中 我們其實看到很多很多人 在走過了那個困境之後 其實他在社會上發揮了他很大的影響力 所以大家其實也不用擔心憂鬱症 也不用擔心如果你是憂鬱的話 那剛剛牧師前一派有問過一個問題 我就順便再解釋一下 憂鬱症的症狀 它有重度跟輕鬱兩種 那重度就是突然發作嘛 所以你在網路上可以找到很多的測驗 比如說董事基金會就有測驗 你可以去測驗一下你的狀況 那一般來說它會有五大特徵 第一個就是在睡眠上的改變 比如說你突然睡很少 或者是睡很多 然後吃很少或是吃很多 然後你會覺得以前很喜歡的東西 但你現在都不喜歡了 比方說以前你是一個一洗澡就會唱歌的人 結果現在都沒有聲音 然後以前喜歡做你現在都不喜歡 然後再來你會覺得這個生活是很沒有意義的 然後最後一個特徵呢 就是你其實就不想活了 沒有意義到最後就會不想活 然後它就會構成一個憂鬱的一個狀態 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態裡面 可能即興發作的話 它就可能是所謂的重度憂鬱症 它會讓你反應變得很慢 因為它會影響你的大腦 所以比方說你如果要過馬路的時候 以前只要紅燈轉 你很快就會過去了 可是你發現現在自己變得很慢 它其實可能是憂鬱在困擾你 那輕度憂鬱症呢 其實就是你如果遇到一些打擊 比如說你失戀 你分手 你失婚好了 失去一些東西 那你就很難過 可是情緒其實它是有一個延緩期的 就是我一開始發生 其實有很多男性問我說 我爸死了我怎麼都不難過 我是不是不孝子 不是啊 你可能是還沒難過 或是你難過還沒表現出來 所以情緒大概是三到六個月 它會延緩到六個月左右 所以可能半年前發生的是 你現在突然很難過 然後你旁邊的人就說 你是怎樣啊 對高啊 不是 它是因為就是情緒延緩的關係 然後如果你發現自己情緒 開始發作之後 長達兩年的時間 它都調不回來 那就可能是所謂的輕度憂鬱症 所以通常辨別憂鬱的症狀 最大的一個特徵就是 你要看它有沒有影響到你的生活功能 所以只要影響到你的生活功能 比如說 讓你沒有辦法去工作 讓你沒辦法好好的 做你想做的事情 那它可能就是 所謂需要處理的地方 好 那就跟大家講到這邊 然後歡迎給牧師喔 謝謝 謝謝浩宜 其實 很謝謝浩宜 他願意重新站出來講話 因為他其實最喜歡的是寫作 那 他願意來分享 他很多很多的寶貝 希望說以後有機會 更多的可以請到浩宜來幫助我們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 非常 需要被認識的一個議題 很多人在這個裡面出不來 或者是說有誤會 甚至有人不敢面對 像浩宜提到那個40歲那個 中年危機的產生 我其實有耶 我40歲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 哇 我的人生 該怎麼走下去啊 那要帶領這個教會 這個教會 這麼難搞 這些 哇怎麼辦 我其實有一陣子是非常非常的 恐慌的 我有一次恐慌到 我人生大概只有兩次這種經驗 就是我在晚上 我睡不著 然後我一直發抖 然後我早 我到達五六點 我全身都要冒汗 這算是恐慌的一種表現吧 我沒有遇見這樣 經歷過 我有 就兩次 最近一次就是我40多歲 過40歲的 不是 41歲42歲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那 我覺得我們教會要來學習 用科學的方式去明白這個事情 因為有很多人 特別是基督徒 我們很喜歡陪伴別人 當你身旁有這樣的人的時候 你要注意喔 基督徒最大的問題 就是喜歡說教 你要勇敢起來啊 你要積極向上啊 你要好愛耶穌啊 祷告 甚至你是被鬼附啊 諸如此類的 那我覺得 當我們四周圍有這樣的人 我們要花時間陪伴他們 最好的陪伴 往往都是聆聽的 而不是去說教的 然後我們在做陪伴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 你這時候說 任何說加油啊 或者你要堅強 對於在情 這個情緒低谷的人來說 都是火上添油 你知不知道 因為你同等於 你叫一個骨折的人說 那起來跟我打籃球 怎麼可能 那都骨折了 站都站不起來了 我們需要花時間陪伴他們 我們需要 學習陪伴的技術 特別是基督徒 特別有一些網路上的基督徒 真的是自以為自己是 基本上是耶穌代言人系列那種 覺得你只要一禱告他就會好了 或者是 我覺得我們要 我們真的要謙卑學習 在過往的基督 基督信仰裡面 很多用錯誤的方式 對待這樣的人 我覺得都是要學習的 然後如果 他的狀況已經嚴重到 影響他的功能 他不想去上班 甚至吃都吃不下去 甚至他有 特別是有親身的念頭 拜託 不要逞強 趕快轉戒 有些基督徒就認為說 我為你祷告就好了 你不要吃藥 祷告就會好了 神會與你同在 我覺得這都是很 這樣說 就是 動機良善 行為愚蠢 很多基督徒就是 動機良善 行為非常愚蠢 以至於人家 無法接受你的信仰 因為很多基督徒 真的行為蠻愚蠢的 你為什麼敢叫人家停藥呢 我知道有人這樣子好過來 我自己有經歷過 但是 這不是真理 真理是一個 大家都適用的 你的個人經歷 不能成為絕對的真理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要 非常非常謹慎的 所以當你遇見這個狀況 已經 你不能handle的時候 請你承認 你不是醫生 你也不是專業的諮商師 連我是一個牧師 我都不敢說 我一定可以為他做什麼 我遇見一些狀況 我就會說 你需要去看醫生 而且當去 你去看 身心科 或者你去看不同的 這些科別 他也不會跟我們的信仰有衝突啊 一個人可以邊吃藥 邊期待上帝的神機運行啊 我跟你講個邏輯 你今天以為你吃了這個藥 上帝不將神機放你身上 那個藥會有果效嗎 所以你會發現 兩個人都剩一樣的病 兩個人都吃一樣的藥 可是有人就死掉 為什麼 因為那個藥 要產生果效 也是上帝的恩典 OK 所以上帝的恩典跟神機 跟科學是不會衝突的 但是有些人他 真的是蠻特別的 那個腦袋 基督徒有些 有些基督徒腦袋其實是 蠻單純的 類似沒有進化單細胞 生物那種系列的 神機就是跟科學完全對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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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是抓到上帝運行的原則 證明他的 他跟神機 跟神的工作是沒有差別 沒有衝突的 所以不要 不要當上帝 不要當醫生 就是承認自己已經到極限 需要轉介 那當然 在無論是陪伴聆聽跟轉介的過程中 祷告不要停止下來 一直祷告 相信神會幫助他 身為基督徒 我們要觀察我們旁邊的人 特別是我們 有些 這個小家人 其實他已經在一個 高度的壓力 或者他有憂鬱傾向的時候 去跟他聊聊天 陪他散步 甚至怎麼樣 帶他去運動 或者陪他吃碗麵 這個陪伴都是非常美好的 我自己在過往的 情緒的低潮裡面的時候 也是有很多的 弟兄姊妹 長輩陪伴我 我記得我有一次失戀的時候 通常我們這種 情緒奔放的人 都是在失戀的時候 會被打趴的 我們怎麼可能被分手 我們怎麼可以被分手 在我的字典裡面 沒有被分手 只有 被被分手 在講 讓人被分手 沒有被分手 當我遇見那個事的時候 我天打雷批啊 我記得那時候我真的很沮喪 有一個長輩 其實他也是聽到我的 一個狀況 我一個那邊那麼熟 他就帶我去吃飯 然後跟我講了 他40年前的愛情故事 當然那時候對我來講 這是什麼 對我一點幫助有沒有 40年前 那些甜蜜蜜 甜蜜蜜 那種時代 你的經驗跟我差太遠 但是我現在回想過來 他那個下午的陪伴 對我來講 是有幫助的 因為我當時真的很慌 所以其實 陪伴人 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服飾 基督徒 你可能沒有恩賜 你不會講道 你什麼都不會做 你也不會敬拜 你禱告也不靈 但是你有一個東西可以做 你可以把你時間 貢獻出來 陪伴那些有需要的人 上帝可以透過你去 陪伴他們 使他們得祝福 馬太福音 主耶穌提到說 有兩種羊 一種是山羊 一種是綿羊 綿羊就是 在人們有需要的時候 出現 然後貢獻的人 願上帝祝福我們 每個基督徒都成為一個陪伴者 Amen 但是如果你發現 你自己有點憂鬱傾向 怎麼辦 沒有問題的 我們在主裡面 一起尋求突破 我會在身心靈 三個層面上面 給大家一些建議 而且我自己有經歷過的 第一個在身的上面 身體上面 請大家注意飲食 其實很多病啊 無論是生理的病 或心理的病 跟飲食都有很大的關係 你每天吃垃圾食物 食物 食物 垃圾食物 你不生病才怪 你每天吃那些有的沒的 然後你每天就是 生活作息不正常 你的不用講的身體 你的心理都會不正常的 所以吃好的東西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要學習 分辨食品跟食物的差別 食品 我教你們一招 就是 沒有經過加工的都是食物 叫原型食物 然後 如果你真的要健康 開始學會看 所有 所謂的食物的內容 我去買東西我都會看 不只是卡洛里 它裡面所有的這些成分 如果出現很長 你不知道的東西 那這東西就一定是加工過的 所以不要去挑戰 上帝的創造的原則 所有 非自然的東西 對我們身體 都是有影響的 或多或少 累積久了 都會出問題的 所以健康的飲食 好好的休息 還有 運動 規律的運動非常重要 腦科學已經 研究出 當我們在運動的時候 會分泌所謂的快樂的 所謂的荷爾蒙 我們所有快樂的荷爾蒙 譬如說 多巴胺啊 這些東西 它會釋放出來 它釋放出來之後 我們的心情就會越來越平穩 就會越來越脫離負面 像我很喜歡運動的原因是 當我開始 強迫自己去運動的時候 我現在不運動的時候 我就覺得 喔 有時候心情沮喪 我會去運動 我運動完就覺得 好開心 因為我的多巴胺開始分泌了 所以如果你自己有這個 憂鬱的傾向 或者你常常覺得 你在一種情緒的低谷裡面 建立一個好的運動習慣 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 那你的心理要怎麼樣去維持呢 我們都知道 EQ很重要 我們都知道維持心理的平靜非常重要 但你怎麼達到呢 冥想嗎 OK 或者是你做其他事情 都很好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邊要強調 我不是說只有這件事 我是強調這件事情 你有其他方式 讓你心裡面得到平靜都很好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們忽略了 就是要建立一個穩定的關係 我們要建立一個 穩定 而且是可以有支持的關係 這個非常的重要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面無表情的母親的這個實驗 這件事情不只是 這個 這個心理機構去實驗過 在更早之前就有人實驗過 如果把那些小生出來的Baby啊 不要讓人去照顧他們 那些小Baby都會死掉耶 為什麼呢 因為人的邊緣系統 大腦的邊緣系統 需要透過互動 人跟人的互動 他會自動調節 所以人際關係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千萬不要相信說 你可以一個人就可以活著 現在在 你知道我覺得這個時代 所謂的隱私啊 高度的隱私 然後一個自主獨立的概念 發展到極致 就是 烙門違反自然律 所以有人覺得 我只要一個人就好了 我不要跟任何人互動 其實這樣你會不健康 因為你的邊緣系統 沒有辦法正常的運作 你的邊緣系統無法運作 而且你在人跟人互動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基數叫做 催產素 會被釋放出來 一個人跟人互動 在關係裡面 這些東西 要正常的釋放 就必須有一個穩定的關係 所以 我們為什麼要聚會 我們聚會的時候 我們大聚會的時候 你會遇見人嘛 對不對 你旁邊是個人嘛 對不對 看看你旁邊是個人 看一下他 你是個人嘛對不對 確定一下 他不是人工AI智慧的機器人嘛對不對 你打他把掌看他 如果他會回嘴 他就是真的人 現在打看看 鳳祖人民打下去 不要開玩笑 有人真的打了 一定是夫妻啦 夫妻嘛對不對 盡量打 狠狠的打 你旁邊有人 你就會開始 邊緣系統就會運作 這是腦科學 你開始互動 你的催產素就會 開始運作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聚會 為什麼需要小家 小家的時候 你就要跟這些人 凝視雙眼 你就進入到一個 心理調節的狀態 很多人心裡 心裡沒有辦法平靜 是他一個人 他怎麼調節 所以在網路上的你 Yes I'm telling you 不要以為你的 這個 iPhone 15 Pro 可以跟你調節 沒有辦法 你怎麼看這些影片 他都沒有辦法跟你真實產生互動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因為人們需要那個高度的互動 我不是說你在網路上聚會 我在責怪你 不是 我是建議你 因為如果你習慣在網路上聚會 其實對你是 我要說 不健康的 你可以四個禮拜 有一個禮拜 來到實體聚會嗎 讓你的催產素 跟變形系統 運作一下 運作一下 或者 你 至少 你現在在網路上對不對 你旁邊有兩三個人 一起跟你聚會 也很棒啊 或者你下線之後 你要跟你的家人 你的同事 我的意思說 你不能一個人 你要有人 跟你一起 互動 以至於你的心理狀態會越來越穩定 OK 那第三個 零的部分我們怎麼樣去做突破呢 剛剛浩宜提到說 有一個 憂鬱三角 當一個人進入到憂鬱的裡面 就是他對世界產生極負面的看法 他對他人 就是其他人的關係產生負面的 他對自己有極負面的看法 感謝上帝 我們有耶穌 我們有福音 我們可以從這個 憂鬱三角裡面突破 祝福你 如果你現在陷在那個憂鬱三角 你覺得你被綁住了 你相信我 我們的神 絕對可以幫助我們 我不是說 心理諮商沒有用 非常有用 我鼓勵你 如果你正在憂鬱的裡面 如果你正在憂鬱傾向裡面 去找諮商師 如果你有信仰 你可以邊找諮商師 一邊來尋求神 都是合一的 千萬小孩子才做選擇 基督徒就是成熟的大人 兩個都要 邊吃藥 邊敬拜上帝 沒問題的 因為上帝 祂可以使用好的 心理諮商的過程 一樣的在你身上行神 其其事 我們先從第一個 如何面對世界來思想這個事情 約翰福音16章33節 我們來大聲讀神的話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 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 我已經勝了世界 世界 就是世上 有苦難 耶穌講的 你可以從兩個層次來思考 就是這個世界有苦難 其實我們最近也發生很多苦難 不是嗎 有天災 也有人禍 對不對 這個世界充滿了苦難 有這個天氣的苦難 有雞蛋的苦難 各式各樣的苦難 對不對 但是我要從另外一個角度 幫助你來認識 耶穌在講什麼 這個世界 世界的希臘語言叫cosmos 它是一種系統 它不斷的在誘導我們 在引誘我們 在控制我們 在荼毒我們 這個世界在教導我們什麼 你要成為一個有名氣的人 你要成為有財富的人 你要成為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人 你要進入到這個世界的成功系統裡面 所以我們集集營運 我們從小就一直用力讀書 努力讀書 結交朋友 甚至你拜耶穌拜媽祖 都是為了進入到那個成功的狀態裡面 這是世界的謊言 當你在這個世界的系統裡面 你會有苦難 因為在這個世界裡面 極少數的 破音了 有了有了 當聖牧師破音的時候 就代表 Something will happen 就是破音而已 我最近這個喉嚨一直沒有聲音 所以我講到是很吃力的 如果我講話有點不清楚 請大家包容一下 當你還在這個世界的成功系統的追逐裡面 你會充滿苦難 因為你好不容易賺了第一桶金 你認識另外一群更多桶金的人 你就覺得喔 我怎麼那麼窮 剛剛那個總經理的故事不就這樣 我認識很多很富有的人 其實他們不快樂耶 因為他們總是在不斷的攀比比較裡面 你今天陸陸買了個房子 好不容易租進去 好開心 然後有一天你去另外一個人家裡面住了一下 你老婆說 老公 那個才是真正的房子 哇 你整個就被打碎了 我這麼努力了三四年 我老婆去吃頓晚飯就告訴你說 我們住的根本就是豬窩 很困難的 很痛苦的 你無論再怎麼做 這個世界總有一個方法 讓你不滿意 讓你覺得自己很糟糕 讓你自己覺得很無能 這是世界魔鬼的系統 什麼叫做福音呢 弟兄姐妹 因為相信耶穌接受福音 就是說 我 松木牆 你們伯 我贏了啦 我算了啦 我跳出來 我不再玩這種無聊的遊戲 你試想 你今天就算成為郭台銘又怎麼樣 你可以出來選總統 你就算選總統又怎麼樣 你可以風光個幾年 我跟各位說 隔了十年之後沒有人認識這個人 我講個例子好了 小時候 誰不認識 蔣中正 蔣介石 蔣經國 對不對 十大建設 哇 我們以前小時候都覺得 哇 他很厲害 當然如果是綠色的朋友們 就我不要跟你爭辯政治 我只是說一個歷史的眼鏡 當時我們這個年代長大 人都覺得他很厲害 民族的救星 開玩笑 對不對 所有人都在想要反攻某個方向 對不對 隔了幾十年之後 誰認識他們啊 誰認識他們啊 如果你看穿這個世界 不就是不斷的引誘 你說 欸 進來吧 闖闖看 闖闖看 你知道我們就像一群很愚蠢的白老鼠 跳進去那個永遠追不到的那個牢籠 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 一直追 追到四十歲五十歲 突然有一天就像浩宇所講的 睡了一覺恍狼大悟 到底在忙什麼 到底在忙什麼 到底我們在努力個什麼 成為基督徒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注意 認清楚 看穿這個邪惡的遊戲 說我不玩了 我要進入到基督裡面 在基督裡有平安 什麼意思 我不是說信耶穌之後就不努力工作 我絕對努力工作 不是說信耶穌就不能買車買房 絕對可以 動機不一樣 主啊 謝謝你 這個工作是你賜給我的 我認真的活出你給我的恩賜 主啊 謝謝你 讓我得貨財 我可以買房 我可以買車 都是你的恩典 這一些都要為你的國效力 不一樣 主謝謝你 給我一點點的名聲名氣 主啊 我不是要當明星 我更不是要當什麼somebody 我永遠是你的仆人 當你認識福音 世界再也無法欺騙你 帥耶 基督徒應該很chill 人家在那邊講什麼有的沒的時候 你心裡面非常的平靜 人家在那邊講說要去哪裡投資 要買什麼要賺多少錢的時候 你心裡面非常平靜 因為你知道 若神沒有叫你去 你不會去 若神要叫你去 上場好好的幹一場 這是基督徒的態度 我們不會在世界裡面急急營營 我們不會在這世界裡面 不斷的接受打擊苦難 這個世界會改變 以前你會覺得這世界充滿了負面 哇你很糟糕 這些充滿黑暗 你看到那些有的沒的人發生 政治也好 經驗好多邪惡的事情 你知道一件事情 這世界不過是短暫的 神的國才是真實的 這些短暫的邪惡 至終要付出代價 你心裡會開始坦然 你會走出一條新的路說 主感謝你 我要繼續在這黑暗的裡面 影向你 你的真光照向我 我也成為世界的光 這世界開始會不一樣 說穿了 如果我沒有認識耶穌 這個世界對我來講 是極大的重擔 我是個原住民 我們到底有什麼籌碼跟你們玩 每個人都有背景 我阿杰是什麼人 我阿伯什麼人 我那個某某某是什麼人 我家有多少錢 什麼什麼什麼的 什麼每個人背景 你沒有背景 你至少都還可以講出個什麼里長是你的誰 對不對 我們的背景剩下中央山脈而已了啦 我告訴你 如果沒有福音拯救我 看穿這個世界的遊戲 我將自卑自死 太自卑了 你知道我第一次 我人生進入到一個侵入憂鬱症 因為我那時候大概有一整年 我不喜歡跟人家講話 我從學校回來就待在家裡面 我連我家裡人我都不講話 我晚餐都不吃 我一回到家 我就躲在房間裡面 唯一我對話的對象就是我的母親 通常講一句話兩句話 那是我17 18歲的時候 我突然有一個瞬間明白 我要成為大人了 我沒有理由閃避我的責任 但是我的朋友們家裡都還不錯 那我呢 我家這麼窮 什麼都沒有 我瞬間長滿青春痘 我沒有騙你 我臉上全部都是痘子 因為我太焦慮了 然後 太恐懼了 然後我非常非常的低落 那是我第一次發生這種狀況 整整一個學年 我都這個狀態 後面怎麼好我忘記了 因為那時候太年輕了 硬硬的吧 假裝的吧 傷害在裡面 如果我沒有認識耶穌 福音的大能沒有拯救我 我會被這個世界的王 就是撒旦欺騙 我祝福你們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你不用為世界證明什麼 你不用從世界那裡 得到任何的價值 證明你是誰 你要在基督裡面 相信上帝的安排是最美好的 Amen 第二個 那你怎麼面對他人呢 羅馬書三章十節 就如經上所記 沒有藝人一個也沒有 講穿呢 用一個白話 不要太高估人是多麼美好 每個人都是有缺陷 沒有一個藝人 所以什麼意思呢 你不要太高估你的父母親 很多人喔 就停留在說 我父母親怎麼傷害我 牧師你不知道 我父親他對我做什麼 你不知道我前女友他多糟糕 你不知道我前男友多糟糕 你不知道我前前男友 前前女友 你不知道我前前前男友 前前男友 前前前男友 前前前男友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 現在大部分人都是前前前前系列的 如果我們當中有母胎 就已經單身的 等一下結束來找我 我給你頒獎 你是世界的珍寶 Hallelujah 你看母胎單身現在好像很丟臉對不對 以前我們覺得這個很厲害 世界變了 不要被世界變 要迎向真理 真理說你很棒啊 你母胎單身很棒啊 你不要亂七八糟啊 你就是做你自己就好 你幹嘛要證明你是有價值的 就隨隨便便的 不用 講回來有人說 你不知道我老闆怎麼對我 你不知道我的同事怎麼對我 你不知道我的小孩怎麼對我 你不知道我先生怎麼對我 聽牧師的勸 好好看聖經 羅馬書三章十節 沒有一個藝人 藝人就是合神心意的人 換句話說 每一個人都是罪人 每一個人都有缺陷 其實我的家庭是暴力家庭 我小時候常被我爸爸揍 我爸爸回來就揍我們 揍到早上 但是如果我沒有福音的話 我會卡在我父親怎麼對待我 但有一天我 我就看穿了 我爸爸就是一個不完美的人 而且是一個有情緒 有暴力傾向的人 開始去面對這個事之後 你就越來越可以放下 喔 OK 原來是如此 一樣的 不要再去對那些你旁邊的人 給你的傷害太過在意 什麼意思 你被這些罪人冒犯 不過是罪人的正常發揮而已 所以我們需要什麼 在基督裡學會勞恕 我意思是基督教非常重視勞恕 是的 他們傷害我們是真的 他說那句話真的是冒犯我 而且他真的有暴力對待我 這都是真的 但是 勞恕的意思是 不是他們是對的 而是不要再讓自己活在那個 被傷害的情境跟情緒裡面 放下吧 因為他們是不完美的 如此你才可以重新的建立你自己的想法 而且你可以重新面對這些人 甚至你有能力 向這些不完美的人傳揚福音 所以對他人 不要太高估啦 特別是有些人認為說 喔 牧師們喔 現在在台上的人都是非常完美的 注意 不要被我們站在台上的騙 我們跟你們一樣都是不完美的 我們有很多缺陷 很多黑暗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我們也傷害了很多的人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我們必須很謙卑的在主面前說 主啊 沒有一個是藝人 我不是 他也不是 主啊 他對我的傷害是真的 但是我相信 主啊 你已經先饒恕我 我也要饒恕他 如此你對其他人才有新的眼光 最後一個 那你怎麼看待你自己呢 約翰福音 約翰一張蛇邪 一起來讀神的話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賜他們全名做神的兒女 凡接待他的 他是指耶穌 信耶穌名的人 他就賜他全名做神的兒女 我們 應該這麼說 不要再去回顧你是怎麼樣的背景 或者是你是什麼樣的 這個 這個社會地位 這都不重要 你知道我們有一個最重要的 一個 一個身份嗎 就是神的兒女 我們今天看到浩尹有很多的title 暢銷作家 劇作家 心理諮商師 老師 這些東西其實都不重要 重要是他成為神的女兒 我們信耶穌之後 這個全新的身份 讓我們有機會 我們會在自我形象上面重建 我知道很多人生出來自我形象就不好 牧師也是啊 我們會很容易攀比別人 身高啊 體型啊 臉型啊 財富啊 才華 方方面面我們會比來比去 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人比人是氣死人啊 但是你要注意 我們的天父看你是多麼可愛 你知不知道 我不管你之前犯什麼罪 你做過多少壞事 或者你有多麼的 缺乏 或者你有多麼的骯髒 我不管 甚至你剛剛來教會之前 還得罪上帝 還犯罪 我不管 你知道我們的天父看見你的時候 他就認你是他的孩子了 當我們相信耶穌那一刻 你的歷史都不再重要了 你這個人的歷史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神已經看見你的未來了 你的未來是 你是我的兒子 你是我的女兒 我要與你同在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上帝透過整理幫助我們 在靈裡面突破那個 憂鬱三角的壓力 這個世界會過去的 神的果永遠藏存 我們不要在世界的那個遊戲裡面 被引誘 而且被欺騙 沒有一個人是藝人 所以那些人傷害我 是他不認識耶穌 所以他做了一些冒犯我的行為 或者是言語 主啊但是你已經原諒我了 所以我要饒恕他 使我不再回到那個情境裡面 我的背景可能 不是什麼厲害的豪門 但是主啊謝謝你 藉著主耶穌的保險 赦免我 接納我成為你的孩子 如今我與王子同坐 我是神的孩子 這是很重要的事 這三件事 如果你每天對自己說 你每天對自己說 這個世界會過去 但是主的果永藏權 這些人都不是藝人 所以他們得罪我 我要在主裡面饒恕他們 我是神的孩子 你每天對自己說 你會慢慢改變 你會慢慢改變 信耶穌就是每一天 相信耶穌依然拯救你 信耶穌不是來禮拜天 聽牧師講道 而是每一天 你自己要用神的話語 對自己講道 這個世界會過去 神的果永藏長權 我不應該在世界裡面 被勞碌 我要追求那永恆的國度 唉唷還有雙鴨 感謝主 我周遭的人都不是藝人 他們需要拯救 主謝謝你拯救我 我要勞恕他們 唉唷有雙鴨 感謝主 我是神的兒女 沒有人可以定義我是誰 耶穌拯救我 我已經成為他的孩子 弟兄姊妹你要常常 這樣子對你的心 preaching 常常對你的話 用神的話 來對你的心來講道 如此的人就可以突破那個 所謂的 猶豫三角 最後我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我覺得 剛剛那個畫面 你還記得那個 那個 呃 沒有表情的那個 媽媽的那個畫面嗎 其實浩宇放給我看的時候 當下我其實就已經淚流 這個熱淚盈眶 我覺得那個 那個實驗好真實 那個寶寶看著 他的媽媽的時候 又笑 然後子來子去 他們的互動 然後當他 他的媽媽成為一個 沒有表情的臉的時候 他開始有壓力 他是恐懼 最後他大哭 你知道嗎 我們每一個人都遇見困難 每一個人都有 都可能都在那個 輕度的憂鬱的這種恐懼的籠罩 或者你正在那個 輕度憂鬱 或者在重度憂鬱裡面 牧師想鼓勵你 我們的父 他永遠是用他的臉朝向你 十篇四次二篇五節 一起來讀 我的心啊 你為何有門 為何在我裡面煩躁 你看這是大衛寫的詩 大衛為什麼會合身心意 大衛為什麼可以殺出重圍 兩度被追擊 然後兩度重新站起來 因為他懂得向自己講道 他在對自己講道 我的心啊 為什麼憂鬱 為何在我裡面煩躁呢 後面他說什麼 應當仰望 他在對自己說話 應當仰望神 應他用笑臉幫助我 我還要稱讚他 弟兄姊妹 請你相信這位神 用笑臉在面向你 這個原文沒有笑臉 中文合本翻譯也很棒我覺得 他的翻譯應該是 因為他的臉是我的拯救 但是我特別喜歡 用笑臉幫助我這個翻譯 因為當我自己做父親的時候 我看這個經文 我更有感觸 我每次看小洛璃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對他笑 因為我心裡面給我一個 自己一個期許 我要讓我的孩子 永遠看到我的笑臉 你知道連我這麼不堪 這麼有問題的老爸 都會這樣面對這個孩子 我們這個完美的老爸 他不是用笑臉在面對你嗎 你可以這樣理解 什麼時候 你轉向他的臉的時候 因為原文是 他的臉就是我的拯救 什麼時候 你面向你的父親的時候 什麼時候 就像那個孩子 看見他的媽媽 從不笑到笑的時候 他從他的恐懼裡面 哭泣裡面 無助裡面 看見他的媽媽 露出笑臉 瞬間那個孩子就 回應了笑臉 那個實驗我覺得好棒 記住這個畫面 下面那段經文不用 我只要你記住這個畫面 無論你在什麼情況 無論你在什麼壓力 跟無助跟絕望裡面 用最後的一個意志 最後的意志 把你的臉轉向這位父親 這位父親 很想給你一個笑臉 他 always 在那裡等你說 我愛你 我愛你 我自己 有兩次在很 長的一個憂鬱的狀態裡面 當時 我的感覺 我只要一早上起來 就是有烏雲密布在我的頭上 我就感覺那個烏雲一直跟著我 然後一直下雨 就整個很潮濕 然後整個就很沒辦法 我那時候都不喜歡講話 我笑不出來 那年我在工地打工 我記得 然後我在搬重物 我要去一個地方 然後有一面牆是那會反射的玻璃牆 我看到一個人我嚇一跳 那誰啊 怎麼長那麼醜 看起來我自己耶 我只能像 就是 整個人就是乾乾扁扁 然後沒有生氣 我笑不出來 那年 我的女朋友離開我 我媽媽過世 我最好的朋友 我最好的兄弟 也過世 我接連遇見兩個死亡 一個情感的破裂 然後又窮 身體狀況又不好 所有一切在我身上 那年我走不出來 我真的走不出來 然後我那時候 都不想跟任何人接觸 當時有一群 我的好朋友基督徒 就把我拉去禱告會 我們以前禱告會 是跪在地上禱告 我們是脫鞋子 當時我們教會要脫鞋子 禱告禱告 他們在禱告 我就在旁邊睡覺 我沒有開玩笑 他們禱告到都聽到我打呼 剛剛浩宇說他 輔導的那個孩子 還會摺蓮花 是不是 玫瑰花 摺白鶴 我都還會紮紙 紮紙人 我媽媽過世的時候 我沒有騙你 你知道那平板衛生紙 你知道 我在我的房間裡面 我哭掉兩包 我一直哭 我停不下來 我一直哭 一直哭 哭到睡著起來 再哭 一直哭 我整個世界瞬間崩塌 很長一段時間 我都記不起是一年多 我都長那個樣子 我每天只有一個想法 我那時候一個微弱的信心 注意了 如果你在壓力裡面 在憂鬱裡面 永遠不要忘記 雲上有太陽 我只記得雲上有太陽 我沒有看到 我的畫面是 我拉著一條線 很細很細的線 有一個風箏在上面 我一直禱告 那個風箏可不可以 把我拉出去 穿越那個烏雲 我的禱告沒有實現 我每天就是在那個裡面 但是我記得一件事 就是我一直相信 我的神沒有離開我 很微弱的信心 親愛的弟兄姊妹朋友們 如果你在網路上 我要鼓勵你 我們的父親這位天父 是用笑臉幫助我們 轉向祂吧 轉向祂吧 我告訴你 沒有人可以救我們 真的 只有祂可以拯救我們 當祂的愛 臨到我們 很多事情都不重要 有一天 我不知道是哪一天 我早上起來 我的屋雲不見了 你知道那種像 心中有大石頭壓住 突然可以呼吸了 好奇妙 我知道有人 現在在這個情況裡面 我知道 你心中 可能有一些事情 壓著你 可能是財務啊 關係啊 子女教養啊 前途啊 未來啊 甚至選舉 好不好 神的兒女們 讓我們轉眼仰望 這位 用笑臉幫助我們的天父 好嗎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好奇妙